BPI M1 BPI M1的系統開機 當我們按下電源 電腦系統會啟動 這是一個AM的系統 那我們基於Linux下 我們把常用的 資訊課程常用的一些 需要的一些程式 嘗試把它放在AM的系統上面 那AM的系統最大的優勢 當然就是省電 它的效能並不如X86那麼好 但是它的用電量幾乎只是 X86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開機的速度也相當快 大概30秒鐘左右 我們系統就已經開起來 到這個C到桌面 當滑鼠一下來之後 我們下面有做一個工作列的錶單 可以啟動所有的應用程式 可以使用所有應用程式 那這邊也有一個程式機的錶單 個人會建議在設定值這邊 然後有一個螢幕保護 會在螢幕保護上面 設定螢幕保護那裡 把螢幕保護關掉 方便我們上課 如果在家裡 我們為了節省能源 那當然是可以把螢幕保護 把它打開來 那我們上課 有時候三分鐘五分鐘 螢幕保護起來 也是麻煩事 所以我都會把螢幕保護 原本把它開啟 我會把它Disable掉 這一個小器件 建議確認一下 目前這樣子的系統 效能還OK 這是COME的瀏覽器 也有火烏力的瀏覽器 然後也有所謂的Liboffice 我們看得到 基本上這樣子的系統開起來 效能是不及X86 i3 i5 那些高等級的機器 但是我們平常要用的 應用程式開起來 正常運作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個人測試到這個順暢度 還可以接受 在環保節能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是這樣子的效能 我們是值得稱讚 目前因為我錄影系統 有時候會斷一下 所以畫面有時候被截掉一下 然後關掉 然後選擇開始 關機或者重新啟動都可以 按下關機 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算是個人認為是 可以值得推薦的一個系統 關掉了